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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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初底盘是共用的吗 然后我们今天找到童哥来 其实我们要去试一试 既然是技术总监 技术总监提的 我想问一下自焊 它能够试什么人家所不能的 当然意高人胆大 的一些测试项目 包括山路的机架 还有0到100 0到200公里的车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路 我看那天还有下着雨 对 没错 我想童哥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一个体验 G37它现在新的马力有328匹 说真的一般人来驾驶是蛮危险的 如果是普通的车 就是马力这么大 对对对 在我们以前来讲 300匹马力就已经是一个几次 可是新的G37呢 跟上一代比起来就是差很多 它的稳定性 还有它的动力的提供 然后它的操控 都很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它进化了 好 没错 没错 虽然是相当优秀 好 其实在安全的部分 其实反而照顾到 对对对对 驾驶之后 我们看那天你又 您从山路又开回到高速公路上去 这是我们直接在106线道 106线道 对 它那个瓶窗 算是一个瓶窗隧道 好 这警察一定要躲在那边 这个在 这个时候啊 不见了 我们先不要讲 先不要讲 好了 我们当时说 彤哥来 要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对对对 我们想讲说0到100 大家觉得很平常 西数不平常 那今天有特别做了一个0到200 对对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0到100 0到200 成绩都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个0到200 它会代表了一些什么 比较特殊的意义 其实一般的快车 不管是西数比较小一点的 或者改涡轮的 它到0到100 通常都可以很快的达到 是OK的 对 可是到200 这一段高速通常是需要大马力 大细细速 包括它的车身的空气力学 都要搭配好 才可以在有限的距离里面达到200公里 这样差不多我们从G37这样测好 实际跑出来的距离 到了200 时速到200的时候 我们从VC3000里面看出来 它的实际的数据达到200公里的时候 是刚好是1000公尺 也就是要花一公里的路段 一公里的路段 要这么长的一个机械跑 对对对对 当然刚刚志涵也讲了 说这个开车的人胆子要大 非常非常大 因为说真的 要这么长一公里的长路段 真的台湾真的路段不好找 所以说可以看到它在中后段的一个 车子在中后段的一个表现 没错 好 那我们想说就这台车我们来谈谈 好 董哥跟我们谈一下 好 它在中后段的表现呢 这个它G37这次做出来新的 这个叫做VQ3HR 它的引擎呢 包括了双节气门 包括了加大吸气素 还有它的可变气门扬程 都是这次才第一次推出 好 所以呢它的它的马力现在从3500 跳到3700 可是多了40匹的马力 这个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200cc就多40匹马力 是不太容易 所以说我们看它在达到 史数200的时候 它算不算是说 我们说用个形容词来讲 还是轻而易举得心应手 还是非常吃力 其实它它0到200 应该算是驾轻舊舍 哦 驾轻舅舍 哇 这个学问还是 这个技术总监 讲的话还是不一样 驾轻舍舍 还是很容易 就是说虽然要等一下 因为它花了26秒的时间 那说真的在车子26秒 完全全油门 平常是很少很少的机会 26秒完全全油门 对对对对 而且你在私人的时候 万一有个车什么东西钻出来 对对对对 这都要注意到的 没错 它有小狗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 譬如说它的0到100 只要6秒钟 6秒钟 那这个速度呢 要跟什么车来比呢 实际上是可以跟上一代的 保时捷911 来相比 是同样的速度 你这样子比 对它真的是很有大的加分的效果 说真的我对它的动力来讲 这一颗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相当正面 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想问一下 之前不是在那个龙潭赛车场 嗯 他们好像也是抓了911 去做 去做一个比较 没错 原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没错 算是他们实际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是找0到100那种 这种测试数据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 而且它找后驱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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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